對 遇到鄰居 然後你放了屁 到底是應該跟人家拍誰 還是要看著人家 還是怎麼樣也不知道 那我是覺得慢慢後來我發現 其實跟吃東西應該也有很大的關係 就是剛剛醫生也有講到 你吃進去什麼 其實也會因為 這樣會影響你的腸的問題 沒錯 我發現吃肉放的屁超臭 像我之前我很喜歡吃一種東西 我不知道你們大家有沒有吃過 它是在麵包店有在賣 餅乾兩片中間有夾葡萄乾 你有沒有看過這種東西 有有有 你有沒有看過 不過之前還有從日本帶回來 對對對 然後就 可是因為有的 因為那個可能不好做 然後變成有很多麵包店是不做 然後變得比較難買 而且保存有效期間 對對 它就是你不是要趕快 不是要冰起來 不然就要趕快吃掉 要不然就是買了之後 還價格還不便宜 所以就變成無形中 媽媽就會在精油去大賣場 去買一些什麼日常生活用品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去挖掘 看他們找到一些適合家裡 合家大小吃的東西 然後自己也喜歡的 所以我記得那時候是在上個月初吧 我就去逛了好幾個大賣場 發現到一個餅乾 那我真的覺得這個餅乾 非常好吃 而且它非常符合我的需求 然後我今天有帶來給大家看 就是這個 然後我跟你講 你不要看喔 它就是我理想中的那個的 已經達到快99%的那個程度的 其實可以給你們 它裡面是牛奶 對 我待會兒就跟你們說 你知道媽媽的好處就是 媽媽不但自己要喜歡 也分給醫師們吃一下好了好不好 麻煩自己開一下 什麼最愛的 有沒有咖啡 好香喔 我先跟你講一下 好香喔 這個牛奶餅 它呢是一個百分之百天然的一個烘培的方式 對然後呢 它裡面的牛奶是沒有汗沒有餐水的 就是全牛奶跟全蛋黃 這樣成本很高耶 可是我跟你講 因為它為了要讓大家健康 然後為了說吃起來就是說 我們也不要說吃東西就是 我跟妳講 吃不吃也不見得會瘦 還有一件事情我必須跟大家分享 前沒多久我跟一個77歲的一個養生專家聊天 聊到一件事情 他就說 他說你知道嗎 其實 不是吃飼料的牛 但是因為現在很多東西我們也不能怪 是因為他們需要多一點的量對不對 那可是真正的吃草的牛的出來的 他產的那些牛奶或是提煉的奶油 很純耶 對 弄勢比較好的 所以這個餅乾 他的牛就是吃草的牛 他不是吃飼料的牛 所以我覺得說 媽媽既然要找好的食物給大家吃的話 所以像我來 我必須講有時候生活上面來說 可能作息也不是太正常 真的該吃飯的時候也沒有吃 然後幫小朋友弄完 小朋友吃了之後自己可能又不餓了 那真的等到肚子咕嚕咕 像我剛剛在那邊化妝啊 肚子就一直咕嚕咕咕 忘記了 對 今天還沒吃一半 所以我身上有時候都會戴著 戴著然後就隨時的可以再吃一點吃一點 黑杯牛奶啊 好棒 他這個的感覺飽足感是很有的 其實我有在吃這個餅乾 那蠻好吃的 說真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很會喝牛奶的人 我很喜歡喝牛奶 但是有時候當然你就看門診的時候不方便 牛奶不能放太久 它會壞掉嘛 對 所以你就戴在身上像這種的餅乾 那有時候也比較好的地方是說 真的你如果這個餅乾 真的剛才伯伯哥講的 配個咖啡也蠻好吃的 真的好吃的 一下子就吃完了 對 因為以前在那個整間的時候 大家都會放一些巧克力餅乾 最多人都放就是蘇打餅 你會再說萬一如果肚子餓的時候會拿來吃 對 可是呢 我們有些醫師他們放了蘇打餅之後 吃了之後就會有點發酵 那要不是氣體從上面出來呢 就是剛才講的 氣體從下面會出來 會有排氣的一個問題 就比較不會 我覺得比較不會 我們排出來的氣會變牛奶味 可是這個是 對呀 這就是很天然的牛奶 對 就說奶香味很重 就奶香味比較好一點 那這個裡面它有一些什麼 乳酸具有二醋發酵它的那個 奶油的這一部分 讓它吸收率會更高一點 其實吃起來更香 真的 很香很好吃 我剛剛吃兩三塊 現在就是奶味 對 這麼奶味 口齒流香 是啊 不過今天談到這些問題 如果是好朋友 尤其現在在看節目的 你們夫妻可以對問啊 對不對 或者好姐妹們 因為你幫他隱藏一些事情 他出去會讓更多人笑 對 沒錯 我們常常思考這個問題 如果是做一個好朋友 忠言逆耳 你知道嗎 良藥苦口啊 就是你剛剛講坦白有哪些事 對 即早發現這個問題 趕快去看醫師 重新找回你在這個 這自己的自信心 對 你在求職也好 交朋友方面 你會更順利 真的 找回自信跟健康 沒錯 謝謝大家 明明夏日 痘痘越來越猖狂 處理不好 還會留下痘疤好困擾 想要聰明抗痘 建議可以從痘痘的成癮下手 首先我們要注重清潔 可以指腹加強按摩 再來呢 我們可以在油脂容易分泌的地方 使用一些溫和的酸類 可以加強角質的代謝 及抑制出油 如果已經產生紅腫的痘痘 就建議按照皮膚科醫師的醫主 使用一些萬用藥膏 或是使用一些口服抗痘藥物 最重要的是 還是要充分休息 睡好覺 才會讓你痘痘再也不困擾 頭痛是一個很讓人 煩惱的一個疾病 包括電視機前面的朋友 還有我都有受到頭痛的困擾 在統計來說的話 台灣每一天有超過10萬人 受到頭痛的問題 而且每次看到頭痛藥物的步驟 很多人都不敢吃藥 其實很多的頭痛 它的來源主要是我們的肩頸部的問題 特別是工作需要長期使用電腦的觀眾朋友 所以在工作的時候要注意自己的知識 而且每工作50分鐘 要挑10分鐘出來 我們做一些伸展操 或者熱腹按摩你的肩頸部位 這樣子其實可以有效減換你的頭痛症狀 然後 людям完全可以 almier Pix 有效果做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